我被一個歹徒綁架 雙手就束帶這樣綁著的 我就真的親眼看到他 一直噴掉 噴掉 他就三太子急身 他在那邊哭 一直哭 他就邊哭 然後邊指著對面我說 離你的肩膀 有一個人這樣子 直接這樣 揮到我肩膀這樣子 真的 歡迎收看 真心分享小鈴鐺 好 好 歡迎三位藝人朋友 依依 大家好 依侍 音符 嗨 我們的重機女神李懿 不得了啦 三位勞累職業代表 補助主播 國相同文 我們下一位醫師 洪偉潔醫師 還有我們的萬年空姐瑞秋 嗨 好 沒有人不喜歡錢 對 這個世界上百分之 九十九的事要靠錢才能解決 只有那百分之一 那是誰啊 要靠更多錢才能解決 是 所以看著這個錢一直入障 在怎麼牢內呢 好像覺得再拚下去是值得 但是問題來 一整年都在瘋狂賺錢 連放家都捨不得 有必要做到這種程度嗎 李懿 有需要這樣嗎 你什麼程度 我先給我們看一下 板子 來 板子是不是 三年沒有出國玩 臨時退機票也要接通告 我跟你說我以前真的是 要錢不要命那種人 因為我一直跟我經紀人講說 我是一年365天 每天可以工作的人 所以你不要幫我 錯過任何一個工作 你需要拍嗎 365天你就給他排下去 所以其實除夕大年除夕都接 對 你過年你要接也沒有關係 沒有人要上個班 都發我 都可以 對 妳是愛工作還是愛錢嗎 都是 都喜歡啦 對 然後我有一陣子就是工作到 譬如說我們已經約好 三個月之後要出國玩 但是你知道我們的時間就是 越到時 越接近 然後通告才會發 對啊 然後那時候就突然 有一個外景節目找我 我要去個譬如說 三天兩夜還是四天三夜的外景 然後後來我就想說 算了一下那個錢 好像還是有賺一點點 沒有啦 賺一點點耶 就接了 而且那時候是我要跟我男朋友 兩個人一起出國玩 那妳這樣放他鴿子 他不會生氣嗎 我就跟他說可以拜託 就是延期 就是改機票我也要 就是去工作 然後所有的飯店什麼 就是在延後 然後結果跟妳講 那個飯店跟機票 就一直延後 一直延後 一直延後 延到 延到很後面 然後我們好像還沒有使用 到現在還沒使用 最後就直接退掉了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話 然後我 那陣子幾乎三年吧 我有算過 大概三年的時間都沒有出國 每天都在工作 連有一次生日喔 然後我男朋友已經幫我 今天一整天的行程都安排好 就跟我講 我們要去哪裡吃什麼這樣 我就說好… 結果工作一來呢 我就說 不好意思 可是他已經習慣了 他就說 所以妳要去工作嗎 我說對 他就把所有的餐廳 和所有的行程都取消 然後我就真的去工作了 印尼這種狀況 會不會你們 排訂要結婚呢對不對 好險 然後結婚前兩天 有工作進來的 對 酬勞六十萬 那妳會 定住的婚宴耶 還有裝備耶 六十萬 她想好久 沒有 沒有 可是婚宴賺的會比六十萬 不會 婚宴通常不會 婚宴不會賺 那我就是可能 但是就這個好日子過了之後 可能要再等兩年才有好日子喔 反正都等那麼久 再等也還好吧 當然等九年了 當然會有愛她入股 對 就是這些東西 對我來說都不是多重要的 沒有比工作改得更重要 那妳曾經在家住不到一週喔 對耶 因為還住不到 對耶 為什麼都不回家 因為我那時候就是有尬 大概兩個外景 然後還有一個代狀節目 然後再加上我自己還有拍自己的YT 我的YT也是外景的東西 然後我真的就是家裡面 我就是我男朋友的過客 我甚至回家躺在她旁邊 然後隔天早上出門 她都不知道曾經有個女生躺在她旁邊 然後只看那個背影的那個 那個被子凌亂程度 才會說 好感傷 妳昨天晚上有回來嗎 我說有 我回來睡了一下又離開了這樣子 因為我看 她就說我看那個背影很像妳 想跟你確認一下這樣子 妳要不然會是誰 她真的不好說 她真的不好說 妳這麼久沒回去 妳看到她還好歹 把她吵醒爆她一下吧 沒有 而且前天她還傳一模一樣的訊息 她說 妳昨天有回來睡是不是 我說 有有 昨天是我是我 是我 就是因為外景的關係 那一陣子就導致 我一個月 曾經只有一個禮拜待過家裡 然後其他時間我都是住外面 那沒工作恐慌症 那所有藝人的陰影 就是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對 剛開始好開心妳知道嗎 哇 終於可以休息 到一天 然後接到電話說 孕哥不好意思 那明天的錄影要取消 Yeah 我 為什麼要跑啊 不要亂跑 這慶祝體質耶 好 我們藝人差不多就是三天 差不多 開始覺得不對勁了 都沒辦法去做耶 怪怪耶 然後我第三天晚上就夢到 一堆龍蝦在咬我 龍蝦 為什麼是龍蝦 什麼 咬得渾身四傷這樣子 第二天白天 我有一個久違的朋友 來我家找我 一聊之下 原來他現在呢 在當這個海鮮的這個 進口商 是預言家嗎 所以先夢到這一張了 他說 妳想 做直播賣海鮮嗎 我說我沒做過 但是我試看看 我覺得我可能是那塊料喔 好 那就這麼決定了 然後我就穿了西裝 然後我就開始賣起海鮮 他看到我穿西裝還笑 他說 買海鮮的沒人穿這樣 太正式了是不是 對 然後我就跟真的一樣賣起來了 然後當天晚上 營業額就做了80萬 哇 厲害喔 所以我為什麼到後來呢 這幾年好像跟真的一樣 也會做直播 也會做帶貨 一切都會來自於那個夢 真的喔 你夢到我們下次說 我真的是又龍又翔 不是 就是疫情這件事情 也讓我們轉換的跑道 找出不同的客人 對 依依也是工作狂 對 生產完15天 我還在月子中心 我就偷溜出去接工作 哇 十五天 對 其實十五天 很多長輩都說什麼 不能吹到風 也不能穿高跟鞋 然後更不能怎樣 不能怎樣 可是我就在那個月子中心 我就一直覺得 自己很像在做了 然後就常常 自己一個人望著窗外 然後覺得說 好想要出現 對 然後就很悲傷 想說什麼時候可以去賺錢 對 真的很像被關 而且會被關到那個 會有憂鬱症 就覺得自己人生 怎麼停在這裡了 怎麼沒有事做 然後會慌耶 然後結果後來就有人 打電話跟我說 就是有一個工作 你要不要接 然後我就想說 機會來了 我可以偷溜出去 就在我差不多生完的 第十五天 我那一天我就偷溜出去了 而且我那時候是 在大舞台上面 因為我以前是主持活動的嘛 所以我們是要站在舞台上的 穿著高跟鞋 穿著短裙 然後站在舞台上 然後後來觀眾看到我就說 你不是剛生的那一個嗎 我說 對啊 他們就 他們就覺得就是 悲從中來 然後 就 小孩都還沒買 因為媽媽就要出來賺奶粉錢 對 很多分中 以為 以為你那個家計 對 有多辛苦 真的 對 然後我就說沒有了 因為其實還好 我現在還站得住什麼的 接完那一天 我就有趕快再回月子中心 然後就是趕快換下衣服 然後裝沒事這樣 可是後來還是被長輩發現了 我長輩其實非常的神奇 因為 這在長輩的眼裡是 很嚴重的事情 因為都說不能吹風啊 連頭都不能洗的 妳還出去 經過那一天之後 我就一直其實心裡慌慌的 然後我就想說沒關係 反正我聽人家說下一胎 第二胎 再生的時候再把它補回來就好了 再把月子做好 對 再把月子做好 但殊不知我第二次的時候 就是我也沒有給它好好的做 因為那一次我 經紀人就把我接了一個瘦身的 案子就是 一坐完月子就要看起來是瘦的 所以我結果月子餐全部都沒有吃 然後我就覺得 生完這兩胎下來 好像身體就 都沒有補到越來越誇張 最好等第三胎 我最好等 生小孩的那個時間 真的很沒安全感 因為女明星就是覺得 妳的身材走樣之後 以後一定沒有人會找我們 怎麼辦 就只要任何人來找 妳什麼都接 對 我也是記得那時候我媽跟我說 妳好 生小孩 人不想看妳了 然後就是這樣跟我說 然後結果也是有一個 那個瘦身代言 也是那種就是滿月完之後 出關 出來就是肚子要平的那一種 你知道我媽都不給我吃東西耶 妳先給我吃新菜 妳給我吃那個 不要吃 我炒菜給妳 然後吃個蛋就好了 那我怎麼有奶可以餵小孩 對啊 女明星真的很辛苦耶 而且我那時候是壓力大到 我自己內心就是 已經不想 有那個厭食症了 就是自己看到 月子餐我已經都不想吃了 因為我覺得 我一看到那些食物 我就覺得好像自己會發胖 就有那個壓力 然後我就會覺得說不行不行 我就是一出去的時候 就要看起來是肚子 是平的 是瘦的 對 對不對 對 她不是 她不是為了生下來 她是為了做第三次月子 對 我只有生兩次嘛 第二次是雙胞胎 對 對 沒機會了 而且沒機會了 其他他們 剛剛李懿跟李懿 她是可以休息 但是嫌不下 對 那音符沒辦法 因為她就是被 八點檔綁架 對 我跟你說 她走不掉 我接八點檔以後 我最常被問到說 聽說你們八點檔 都是前一點才拿到劇本 我說沒有 我們都當天 因為我很常的時候 是現在在書畫 書畫完以後 然後在現場 就是開始發劇本 給我們真本是燙的 就剛印出來就出來了 那個剛燙的劇本 妳把它包地瓜有沒有 那地瓜還可以 不是 那天啊 那天鵬魚喔 對 紙鮑魚 這也是那麼多壓 馬上被壓力就太大了吧 而且我跟你說 剛開始我以為 這個是壓力最大的時候 後來我發現不是 你能在現場坐著看劇本 都還是幸福 我有遇過就是我現在在拍 然後在拍拍拍拍 然後導演換個鏡位 然後就有人拿過來說 櫻鳳姐 等一下 這是劇本 劇本下一場的 下一場 然後我這一場 就是硬著頭皮膝 看沒多久 又被叫過去拍了嘛 好 拍完了 好 那我們準備下一場 我根本都還沒看完 可是因為他們就會覺得 演員妳就是應該要準備好 但我沒有時間準備 對啊 我這時候就說 對不起 我 尿凍 我需要上個廁所一下 其實我是進去廁所 坐在馬上看背劇本這樣 所以每個演員都有一個感慨 你知道嗎 每個演員都感慨說 當時我唸書如果我這麼認真 我現在就是台大 真的喔 我絕對是名校畢業 妳每次看這本 不可能 不可能 然後這樣 音符快一點 我們都要拍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好 好 好 記憶體 真的 記憶體 我剛剛說就不可能 但妳上去以後 就會有這種 實際上限制品 對 拍子先試一下 好 來 看一下妳的什麼辛苦 臨時有限 要上工 當伴娘卻缺席婚 對啊 這不能新紀錄國伴 你卻缺席 這很OMG耶 這個 因為我本來就已經知道 八年黨的環境就是 妳就算請假 都其實不見得能請得過 就算請過了 當天可能都還是會有 這種狀況 當時我的好姐妹就跟我說 她要結婚了 然後想要邀請我當她的伴娘 我就說 我很謝謝妳找我當伴娘 但因為我的工作真的沒辦法 我可能最多可以出席婚禮 可是我覺得要當伴娘 我怕有風險 可是一般人實在無法接受這個理由 因為妳是閨蜜 對 最重要的一天妳要在啊 七早八早就講了 對 但她都說 不會… 我對妳有信心 我沒有信心 要抱有希望 我說喔 好 她還跟我很用 信念啦 她是伴娘服的那個尺寸 到後來我就真的去不了 我也真的都有請假了 可是沒辦法 我就是臨時被叫去 而且就是我 我跟你講 最氣是那種去 然後就一場戲 然後也兩句話 妳就可以走了 然後妳可能前後還剩九個小時 對 就在那裡 就是完全知道 然後我當時就是跟我那個好姐妹講 我說我真的沒辦法 我真的很想去 我真的不行 就是半年沒跟我講過任何的話 對 這個 應該是失望 這個會絕交耶 對 當天連婚禮都沒辦法 我後來對這種事不敢給笑 有時候長輩說 那妳可以來參加嗎 好 我可以 我可以 那我想說 又不是什麼重要的局 就吃個飯嘛 有什麼關係 不能去就不能去嘛 有工作 當然哥我就沒去了 那個長輩 第二天打給我 是 她也不氣了 也不大聲了 她淚如雨下 因為當天來的其他賓客 都是衝著說 沈玉琳要來 結果我沒出現 害我那長輩還被人家挖苦 被人家嘲笑 妳問那實在沈玉琳喔 妳不要亂了啦妳 裝熟啊什麼的 那不是這個行業的 真的是無法了解 對 我們的 我聽過那個八天堂演員 連自己奶奶過世 小時候那個爸媽在忙 所以是奶奶帶大 連奶奶要過世告別次 他都不確認能不能出席 是 然後 趕快拍 他幾乎是 但是越急 越急越不行 對 會NG 就一直在NG嘛 然後偏偏又遇到交通事故 又塞住了 然後再通電話說 現在真的要燒這樣 那個演員情急之下 拜託 燒得比較慢 這樣 好可憐 我有遇過演員 真的就是我們那時候拍一拍 因為我們是這一場 跟下一場中間我們在換戲服 然後就有一個 比較資深一點的女演員 然後她就一邊換著戲服 然後她就是在鏡子前面 然後在那邊整理 然後就 眼淚就 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直掉 然後我們旁邊人就嚇到 怎麼了 我們就說怎麼怎麼 她說 沒有 我媽現在在告別室 但我現在不能去 我還在這邊 然後演的就一直掉 然後她又知道說 怕妝花 所以她好像全空 然後演的一直掉 妳知道嗎 然後我們那時候旁邊人聽到就覺得 可是我媽媽 然後我們就說怎麼辦 因為我們也幫不上忙 而且這個情緒下 等一下下一場戲還是歡樂的時候 對 五四三二 她也是在那邊 啊 笑得很開心 然後我們旁邊人就覺得好辛酸喔 真的是異界人生啊 啊 瀑瀑叮叮來看音樂 足夠才辛苦耶 現在那個新聞台都24小時在播耶 前面有休息過耶 下班也要隨時支援 槍陣現場 轉晚連線 對 是不是哪一場槍陣 這是 大家應該都還有印象 就是那個陳靖新 陳靖新那時候 白曉燕 白曉燕那時候不是三個歹徒 到處跑嗎 然後就是 那時候在台北市 就是一下子以槍陣 一下子以槍陣 所以那一段時間 對於新聞圈來說是 真的是風聲鶴唳 你知道嗎 我記得那時候先講一下 新聞業真的是 如果不小心 半夜手機沒點 然後他就關機了 然後主管找不到你 你死定了 你接下來就是要寫報告 然後就被臭罵 東西用丟的 就直接丟在你的臉上 都有可能 那我就記得那個時候 就是陳靖新的案子 是因為只剩下他一個人在逃 那後來他就是困獸之鬥 他就上了那個 南非五官官邸在陽明山 然後瑕疵他們一家人 那個時候 大部分的新聞台 那個時候都在 台北市區比較多 那我家住很遠 我家就住在陽明山腳下 所以我記得那一天 我就是下班之後 好不容易風塵浦浦回到家 我才剛剛把鑰匙插進去 把門打開 我腳還沒有踏進去 我手機突然響了 然後我就 那個顫抖著手 就打開了手機 可是我那時候想說 還好因為我已經到家了 我那麼遠 而且又在陽明山 對 在怎麼樣 離市區那麼遠 也不會叫我去 沒你的事 沒我的事 就果然一打起來 就是我的主管 他就問我說 你現在人在哪 然後我就 很高興跟他說 我剛到家 你剛到家 我老闆就說 太好了 陳靜心就在你家隔壁 現在連 警察都還沒到現場 你趕快過去 我拿那個地址 真的就距離我家五分鐘 所以我後來就趕到那個現場 所以趕到現場之後 鎮報部隊都還沒來 後面才陸陸續續 趕到因為太遠了嘛 所以我就是跟所有警察 站在第一排 後來因為就是整個晚上 都在槍戰嘛 然後到隔天的中午 整件事情才告一段落 所以我就等於是 當天早上 前一天的早上就是八點 上班到晚上八點 回到家的時候 接到電話又去 然後一直上班到隔天十二點 中間半夜是沒有停的 因為那天晚上 整個半夜 所有的新聞台都在連線 搞一整晚 對 就是大概 大概三十幾個小時 那 那就是記者的生活 那回去 可以大睡三天嗎 沒有 持續報導 對啊 很不人道的一個工作 對 還有一個行業 也是我們女生很喜歡 很羨慕的 就是那個空姐 可以到處飛 然後世界游覽 又可以跟機長在一起 真的 真的 我羨慕給你機會 哪一嗎 在環遊世界 機長帥不帥也是很重要的 好 那有什麼辛苦的地方嗎 基本上的話 其實像大家都知道 這個空服員的話 真的是比較忙碌的 可是你可能每一次看到 都是只有拉著行李 穿著制服 然後很漂亮這樣走過去 對不對 沒有 上飛機以後的話 都是那個像披頭散髮的 那另外一個世界的 對啊 你的板子來 五天飛八燙 累到沒力氣吃飯 對啊 因為是日本公司嘛 所以大部分的話 還是以日本縣為主 所以真的日本縣 忙起來的話是真的很忙 像比如說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你在上飛機之前的話 我們要兩個小時前 就到辦公室 然後到辦公室的話 可能我們就是 做個簡報十分鐘 就衝上飛機了 然後衝上飛機的時候 我們大概可能就只有 十五分鐘的時間 做所謂的 你要趕快去點餐 你要趕快去冰酒 你要趕快去整理一下 客艙裡面的東西 尤其特別像是 有一陣子的時候 不是因為為了要 環保的關係 客人還沒有上飛機之前 飛機的冷氣是關掉的 我們就還在裡面這樣忙 所以你知道那個 整個人都是汗 那個時間根本就是在 插汗 那都發生一個密閉空間 可是每次機場門一打開 我們看到空姐 都是對空間亮麗的地方 撥完了 再撥完了 不… 撥完了 打開了 歡迎 你可能沒有發現 都還有一罐 有沒有 出來的話你看 我們這樣子 如果是以日本縣來講 兩個半小時 上飛機以後 大概二十分鐘 就開始要送餐 送餐完了以後的話 你看 茶 咖啡 然後再來免稅品 接下來你看又開始又要再 弄一次 那個茶 咖啡 然後還有一些東西 然後等到要下飛機的時候 差不多大概剩下 大概三十分鐘的時間 爬兩口飯 然後就要準備坐下來 它排出最密的班 就是五天八條 先飛到日本 隔天的話才從日本 比如說 東京到台北 台北到大阪 然後接下來的話 從台北的話第三天 大阪到台北 台北又再來到 東京 然後接下來的話 就這樣子再繼續輪 東京到台北 台北到大阪 最後再從大阪回到台北 哇 要命耶 真的很要命 因為你看 一個回合的話 就等於是大概六個小時 所以從東京到台北 台北到大阪的時候 中間可能地停 只有一個小時 然後人家在那邊清掃的時候 我們在那邊爬兩口飯 我有算過 我這樣一天下來 回到飯店大概十三個小時 哇 所以大家想像中 當空姐很棒 環遊世界對不對 到了一個地方 就可以玩個兩三天 其實不是這樣 沒有啊 沒有玩啊 哪裡有玩 可是像他們飛美國 現在應該就可以玩了吧 曾經也有遇過 就是那個三天 你知道飛美國三天的話 你連時差都還沒調好 去那邊也是睡一下 然後你又回來了 所以這是人力不足的時候 真的超恐怖 人格分裂 對啊 醒來的時候會發現說 還是美國 還是美國 也變方唐靖的 我進來了 我又不去了 我進來了 我又不去了 好啦 洪醫師 應該也是很忙碌的一個族群 其實醫師的部分 真的是 沒有固定下班時間 可以有可能連續三十六小時 因為大家都說值班嘛 醫師的值班 不是只有值班時間 就是上班都有你 值班又有你 所以就會變成是 上班也是 值班也是 都是你 所以大家會不會發現 無止境的時間 為什麼都有醫生在 搞什麼鬼啊 因為白天 老闆是真的上班啦 真的上班 真的上班 大家都說 醫師怎麼來查房子看了一下 我們舉個例子 讓大家知道就怎麼算的 如果假設一個醫師 他負責有二十床病人 那你去查房只看著他五分鐘 你看他五分鐘好了 你另外回去要開一些衣竹 處方要怎麼處理 還會每天都要寫病例 要寫很清楚 一個病人二十分鐘算快了 那二十床乘起來就是 四百分鐘除以六十分鐘 這樣等於 就是六個小時 尤雲哥我幫你算好了 我知道你在想答案 對 然後每天會有病人出院跟入院 一個要 所以一天有可能進五床 出五床乘以十 所以大家就三十又乘以十了 就三百 那所以整天就十幾個小時 所以大家說 醫師什麼時候吃飯 從來不討論什麼時候吃飯 也不討論有沒有需要吃飯 醫生吃飯真的都很快 那所以這種情況之下 非常高壓又很累 而且晚上又要繼續留下來值班 那留下來值班的時候 會被一直打電話 有任何事情大小事情要叫你 從小到大 包含就是血糖太低啦 血糖太高啦 血糖不穩定啦 就是那種其實很芝麻綠豆的小事 還要擔心靈異事件對不對 靈異事件真的不擔心 因為真的太累了 沒時間想 沒時間再害怕 因為奇怪 總是有一張病床固定會死人 誰來都死你知道嗎 而且都發生在清晨六點的時候 值班醫師就想說 怎麼會這樣怎麼可能 他去一探究竟 有鬼要抓出來 真的 早上六點去看 被人家找到原因了你知道嗎 他發現窗簾後面 有一個人影在那邊晃動 你知道嗎 什麼 一個清潔的阿伯 那個阿伯你知道嗎 他在弄吸塵器 對 他每次要弄吸塵器 他都把旁邊病床病人 那個呼吸器的插頭拔掉 因為他自己要搞吸塵器 他插上自己的吸塵器 對 你被你講完都不恐怖了 所以阿伯現在都是用 充電的 沒有 安全 以前那個時候沒有充電的 沒有 時代不一樣 所以這種半夜真的 被叫起來是很累嘛 很噁心耶 對 而且是連續一直打 我曾經一個晚上 那時候一個晚上 收到50通以上的電話 所以你幾乎整個晚上都睡 不用睡 你一直在期待什麼時候天亮 我的同事什麼時候來 就來救我 更可怕的是這種行程 三天來一次 每三天就要輪值一次 所以長期下來就變得是 大家就非常的疲憊 你千萬不要羨慕說 當醫美有什麼辛苦 應該很輕鬆 你聽聽他老公的行程 也是各地飛來飛去 從大陸回來又要想說 是不是可以休幾天 沒有 回到家裡面 馬上又 對 進診所了 每天 特別是啊 疲憊著身心 然後 枕總盤打開 客人來了 妳好 真的 真的 公時長是一回事 還得要 使命必達 還得要 賣命 就是我從小 我和我妹就有一個 就是夢想職業 就是旅遊節目的主持人 然後就是 有一天我們進到演藝圈 真的長大了 去當旅遊節目主持人的時候 就開始發現好像 其實不是想像中那個樣子 因為我們那個節目是 專門去中國大陸出外景 他們就是希望去一些 其他旅遊節目 沒有去採訪過的地方 每個製作大會都說 要做出跟人家不一樣的 對 要去偏遠一點的吧 對 所以我們就會去一些 比較冷門的地方 或是還沒有開發的地方 就是譬如說 我們看那個行程表 他就會說要去什麼山什麼山 我們就想說 這一趟可能要爬山 結果他們的爬山 不是像我們這樣就是走路 他們的爬山是真的是 手腳並用的那種爬 那是攀岩吧 對 那也是像這個那種 而且攀岩還有時光 那一種 不可能的任務 這不是哪一個 那是你幾種爬山 這不是哪一根登山這樣 很優雅的在那邊這樣子 沒有 那些路有些是沒有馬的 沒有路的 沒有開發的 可能就是為了我們要登上去 要拍一個很漂亮的風景 或是什麼的 所以我們就要走那些 還沒有開發的路 我們真的是手腳並用這樣子爬 我覺得像人家說什麼吃蟲 或是吃那種豬的眼豬 或什麼那種都還不是最恐怖的 有一次我還記得 因為後來幾年都是暖冬 所以那個湖面結冰 其實都不是很紮實的冰 那一次我們去的那個月份 剛好是湖面剛結冰的時候 還不是很紮實 然後那個當地的官員 就一直跟我們攝影團隊說 不行 其實這樣 這很危險 不要去 這樣就踏破的 對 因為他說那個踏破 這樣你掉到河裡對不對 你被衝走 它是可以沿路岸上打撈的 可是如果整面是結冰 因為整面都是冰 你頭是沒有辦法冒出來的 人家也撈不到你 因為都隔著一層冰 所以那個一下去就是必死無疑 然後我和我妹就覺得好可怕 可是他們就 攝影團隊就說沒關係啦 應該還好 我們就快快的下去 拍一下就好了 好可怕 我們就想說太可怕了 而且我們每一趟出去 我們都抱著 就是不知道這一趟 可不可以安全的 活著回來的那種心 外景人的心態就是這樣 出了這個門 不知道能不能再回到這個家 對 真的每一次都不知道 可不可以活著 那一次就是很可怕 我和我妹就是 我和佩佩站到冰上的時候 攝影師是從岸上拍我們 就拍著拍著他們說 我們要跳一個鏡位 攝影師扛著很重的機器跟腳架 要站到那個湖面上靠近我們 我們就突然聽到 啪 起聲 我們說完蛋了 湖面上面的政府官員說 快逃 他講出這兩個字的時候 我和我妹兩個眼神一對 我們兩個很有默契 我就說你那邊 我這邊 因為我們不能往同一邊 同一邊的話如果那個冰的重量 不穩的話其實很恐怖 所以我妹就跑到那個岸上 我跑到這個岸上 然後後來這個冰就 就破了 所以我們就隔著那個 一個大大的湖跟那個河 然後我們大家才大隊人馬 繞繞繞繞繞到對面去找他 真的不要隨便這樣 那攝影師現在還能夠 暗然無恙坐在這裡算是嗎 那我想問他攝影師呢 我們 攝影師往後面 因為攝影師不是一邊過去嗎 然後一人一邊 攝影師 攝影師 攝影師就看他要回來啦 我懷疑攝影師如果沒有回來台灣 他掌聲在湖裡 我們真的在外景的攝影師是 在中國大陸就沒有回來台灣 就在當地就沒有命的 所以真的超可怕的 真的用命換的 來來來來 拍戲也是這樣 我有一次印象最深刻的是我那一次是 我被一個歹徒綁架 然後我雙手是用束帶這樣綁著的 那我是在後座我示範一下 假設歹徒他在 對 他在開車 然後我原本是這樣子被綁在這裡 然後後來我醒來 我醒來了以後呢 然後他這樣開的時候 然後我就 這樣子把他架著 然後我手拿手什麼 把我放開 你踩油門讓我出去 是這樣子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他 然後他就 但你還是要開喔 我們是真的在山路上 你山路超踩的 然後我們這樣一邊弄 然後我就真的親眼看到他 一直噴掉 噴掉 然後 然後你攝影機 是差一點點就飄到那個山頂 然後就 好可怕喔 那攝影師很害怕 攝影師一定腳這樣夾住了 然後我就繼續 然後我就往右 然後我一方面我是要演真 我對死我超害怕 尤其人那個戲精上升的時候 對 然後後來因為他太緊張了 然後他就往上丟了一下 然後這個頭 然後就整個這裡 我就 撞下去 然後我就 然後我就好痛 好痛 然後繼續 然後其實我越來越看不到 他那個車子往哪邊的 然後我們就繼續這樣演演演 欸 可是這個人更可憐吧 他有被勒住耶 對啊 他要開車耶 對 好 王醫師 王醫師 是不是很多人真的是 在使命必達過程當中 真的就受傷 然後生命危險 因為這有很多職業 就是尤其天災的時候 發生的時候 還是更要出行 因為我自己病人都告訴我 因為他們公司要求 當你看到颱風的時候 大家看到風很大 很多都倒了 牆台都入侵了 大家第一個動作是 啊 先訂KTV嘛對不對 對 很正常是這樣嘛 他的動作第一個是 他們就要趕快回去尋常 他們說不可以太久 不然如果說裡面有一些 化學原料洩漏的話 會有危險嘛 所以他就有颱風停 又開很快快 結果他 就直接翻車 整個車完全 這跟拍電影一樣 他說就是整個道的轉過來 那翻過去之後 他瞬間就想說 他所有的口號都念了 什麼歐彌陀佛啊 佛祖保佑啦 什麼哈利路亞 他全部都念了 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念的關係 所以他說他最後真的 瞬間安全盡量全爆 他一點事都沒有 他就有一些 挫傷啦 然後 都有骨頭 這些沒有重大的問題 所以後來 最後還是換了工作 台風天到處 每天要帶四千萬 對 每四千萬 別出門 對 潘若迪的千年老笑話 我講出來 我根本就是丟臉 不要這樣 來來 回到空姐這邊 對啊 空姐是很 其實空姐我們講說 好像都在服務對不對 其實有時候也是 人命關頭的時候 有一次要降落在台北 就開始 聞到燒焦的味道 你知道在飛機上 聞到燒焦的味道很不妙 對 因為你人在空中 後來就是發現 有一個小男生的座位下面 有煙冒出來 小男生 我就說請他跟他媽媽 到商務艙的座位先坐 我們就開始檢查了 正在走過來了以後 那個火就像這樣 就串到這麼高 就座位都在這邊這麼高 變熊熊烈焰 真的啊 就在我這麼前 就在這個距離而已 就真火啊 就這樣串上來 我就請其他人去拿滅火器 拿過來了以後 那個日本人就這樣發抖 我就跟他講說 好 來 我教你喔 我就一邊講 然後一邊跟他做 很快的時間 然後機場就說 他就做O call了 他就直接做廣播 請大家要記好安全帶 因為現在飛機就要馬上降落了 可是飛機如果找火的話 化成火球 是一瞬間的事情 你幹嘛作樣 會爆炸嗎 對不對 對 所以那個時候其實很緊張 到底是哪裡 然後我就先把滅火器收起來 收起來 我坐下來的時候 我安全帶還沒扣到 對 他就這樣砰砰砰 所以我是一路這樣 就抓著安全帶 這樣砰砰砰 這樣滾過去 對 瑞秋等於 然後而且 那一次因為沒有使用到 真的就是消防車 來得十三台 然後沒有灌水進去飛機裡面 所以我還得了一個 最佳空服員工 所以有講座對不對 有講座嗎 有 還對著所有的那個 特長 不是 有花灌嗎 不是有一個 全帳應該有吧 有花在這裡 我跟你講 我們每天進進出出 都看到沒有火器 我突然想起 陳大天的一個 驚人的故事你知道嗎 陳大天那時候去報名潛水 然後他那天晚到 他的學員們 都跳下去了 他晚到就一個人 他就很不好意思 就急忙中 拿了一個 氧氣筒 就跳下去了你知道嗎 一直跳下去 想說死人了 一直吸不到氣 一直吸不到氣 然後一直往下再進去 往下再進去 然後結果 氧氣筒怎麼回事 一看 他拿到滅火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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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什麼要跟氧氣筒 放在那裡 撇除滅火器這件事 對 剛剛大家都是人身上 就是工作會有一些 生命安全的問題 對 我是有可能工作到 我不再是我 蛤 什麼意思 因為有一陣子 台灣很多靈異節目 對 當你一直去上 一直上的時候呢 可能會有東西來糾纏你 因為你的磁場 已經跟那麼合了 對 因為磁場 已經越來越近 因為他們也在對焦 對拼你知道嗎 對 一直在對拼 本來是 因為 對 因為 這一個很舒服 差不多 不好意思 差不多 對你的聲音好奇怪 因為我之前就錄影錄到呢 然後 莫名其妙就開始哭 然後我身體就這樣拱的 然後也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現場就有老師 然後老師就趕快來幫我處理 他就說 因為我那天身體比較弱 然後現場有一個男來賓講的 那個東西 然後有來到現場 然後因為我那天身體弱 他已經 靜靜到我身體的一般了 他跑在外面這樣 對 所以是被揪出來 但是把老師拉出來這樣嗎 他就是現場就是 他已經快要附身了 對 他沒有全部 直接就來幫我處理 然後叫我去廟裡面走走這種的 然後或是之前 我就是也去上過另一個 就是靈異節目 然後我們在那邊 三個來賓在那邊講得很開心 然後對面就有很多同學嘛 然後突然有一個 對面有個同學看在那邊哭 他就三太子的機身 他在那邊哭 一直哭 然後真的就停路喔 主持人就說不好意思 搞不好我們卡一下 我們停路 然後所有人都去 去關心他們 那我們三個來賓 又坐在這邊嘛 就沒有動這樣子 然後大家問他說 你怎麼哭呢 然後他就邊哭 然後邊指著對面我說 黎莉的肩膀 又離開喔 在看著我這樣子 好可怕喔 我抓到對面就好 對啊 妳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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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說不該我的事 像我的影那樣子跨坐在你身上嗎 就是有一個人這樣子 直接這樣回到街頭 好的 肩膀重重了 我沒有感覺 然後有一次我就真的受不了 就那次三太子機身結束之後 我就跟我經紀人講說 我 妳下次如果有李懿節目找我錄影的話 妳可不可以直接幫我拒絕說 然後我不要去這樣子 他說喔 好好好 因為他也可以理解 結果妳知道 每一次節目來問他李懿可不可以 時間可不可以 他都還會來問我 他一問我 我就會想要接 對啊 我就會覺得 不算白不算嘛 是啊 對 就適合妳啊 然後我每次去完身體不舒服 我就會說 我是跟妳說 不要問 妳不要問我就不會想接 對啊 她就幫妳擋掉就好了 我就會想接了 像等一下 我還要去錄一個鬼故事單元 對 有想說不要問我 妳真的 不要問我 我以前做明依節目的時候 也是這樣說服我自己 因為我們那時候就是為了要恐怖 然後製作單位都會安排 十一點才出發 那十一點出去去哪裡不是都很暗 對啊 那不是都很恐怖 對啊 然後就是故意會在墳墓邊 對啊 或廢墟啊 我還真的看過很多動物的屍體 然後我每次都會覺得很害怕很害怕 可是真的在每一次製作單位說 佩珍我覺得妳那一集尖叫的 真的收縮率很高 那妳可以再來嗎 我每次都說好啊 好啊 我都會想說 妳沒關係 我只是去開門 然後尖叫 我就工作就結束啦 所以這樣安慰自己 因為節目那時候競爭激烈 還創造出一個族群叫做 感應妹 你知道嗎 感應妹 那組織人去介紹鬼故事已經不稀奇了 因為觀眾看膩了 要帶幾個妹仔去感應 那妹仔被要求說 就是要大驚小怪這樣 然後就發抖 雞皮疙瘩 就是這樣子 好 沒多久感應妹呢 也看膩了 對 要求感應妹怎麼樣你知道嗎 我們去鬼屋喔 穿比基尼 這是什麼 這是影響的嗎 影響的嗎 就是要增加收視這樣子 好 太累太累了 真的是體質都變了 因為其實一累的時候 真的是身體 所有的狀況都會跑出來 就是不只是那種 人家說的什麼 皮膚暗沉 然後長痘痘 然後或者是老化的那種狀況都有 其實我後來甚至到 我本來不是敏感體質 我都變成敏感體質 對 過敏體質 就是覺得好像哪裡也癢 然後哪裡都好像會紅那些的 然後其實一累的時候 你擦任何保養品 它都吸收不進去 其實你用那種很貴的 或者是你甚至去敷臉 你做再多的功課 其實你上妝的時候 你都還是會覺得說 怎麼好像乾乾的 然後很容易卡粉 然後連那個化妝師都看不下去 他就說 你的臉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了 怎麼會就是完全沒有辦法上妝 我朋友真的看不下去就跟我說 依依 我跟妳說 妳乾脆去喝一個 就是最近很流行的高效水光影 因為那個高效水光影 其實它的效果就可以 媲美醫美的水光針 對 這麼厲害 那水光針我有打過 那效果真好 水光針它有九根嘛 一次 砰 它打入你的 我以前毛孔不是非常的粗大嗎 大到你知道嗎 我當時要搭水光針的時候 我還質疑說 醫生我明天還有工作 這個針打下去 那個有針孔怎麼辦 我老婆說妳擔心什麼 妳的那個毛巾筒 比 妳的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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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臉 妳的那個 那妳是不用瘦皮肉痛嗎 所以妳一直說 不用九根針打下去 對 它就可以媲美水光針的效果 對 可以媲美水光針的效果 其實就是這個 高效水光影 高效水光影 它其實就是 讓我們平常這樣子 忙碌的時候 你就是把它打開來 就可以直接喝了 那其實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是不是通常是上了年紀的熟女啊 或者是產後的媽媽 膠原蛋白流失比較多的人 可能才需要補充 其實沒有耶 現在很多年輕的女生 就熬夜啊 或者是 三餐可能吃得不夠健康 不夠均衡 那皮膚的老化速度 也非常非常的快耶 因為現在年輕人 晚上可能追劇 對 然後可能出去玩 也有可能是上班 就一直加班 對 所以它就得當保養就對了 對 其實平常你就可以拿作 這樣保養這樣子喝 而且它很好喝喔 它是 有那個百香果的口味對不對 香香甜甜 對 味道還滿好的 他敢喝一包就一包喝嗎 沒再一包嗎 真的很好喝 很香果甜甜的 它就是一個好喝的飲料 它完全沒有任何的腥味喔 對 然後它是這種 可是你看它這樣子一包喔 裡面就有 六千毫克的足量的膠原蛋白在裡面 所以其實 好多喔 對 它其實不是只有膠原蛋白而已 因為它其實裡面有非常多 很全面 讓我們皮膚變得很健康的一些成分 它擁有 14項的國際的專利成分在裡面 所以像是什麼 櫻花的萃取物啊 或者是 魚乾籽啊那些的 都可以讓我們皮膚是很 全面的提升 因為其實它喝下去 你不會覺得身體有額外的負擔 它只有 所以我一天一包就可以嗎 對 通常皮膚一個週期的那個 代謝其實是28天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也不要心急 就是 喝滿這28天 你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你的皮膚有不一樣的變化 就是連續喝到28天 馬上就有感 對 你會很有感覺喔 而且其實 最好就是睡前喝 睡前 對 因為它其實 其實 裡面有一個成分是可以讓我們 就是 真正的不只是睡覺 而是 真正的睡美容教的一個成分 對 其實它裡面就有 還有好眠的成分 還有 所以其實我們睡覺的時候 除了可以睡得特別好 它也一邊 那它是由國際大廠製造的喔 而且它 所以我們大家都可以很安心的使用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 在挑選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說 有些我不只是想要喝好喝 或是不只是想要喝心酸的 對 我是希望28天喝完之後 可以皮膚很有感覺的 很有感覺 看到效果的 可以喝安心 然後越安越漂亮 對 那我覺得最後我覺得 挑選那個膠原蛋白 其實大家都會在意那個 膠原蛋白的來源嘛 對不對 那它是來自於 挪威深海的膠原蛋白 所以其實是可以很容易 讓我們更好吸收 可以很安心的來補充 太好了 好棒喔 膠原蛋白白百百款 啊 有時候要挑就是 國際大廠 對 越大 品牌越大呢 它的安全可靠 對 新用啊 我今天看妳 哇整個水潤透亮起來 對啊 神采飛揚呢 對 真的 28天之後 妳就會覺得好像換一個人了 對 不要以為我這是佩佩 就是以前我跟佩佩 可能會搞錯 但是現在已經我跟佩佩不一樣 很好變成 對啊 妳現在這種光幻發 佩佩搞得命亡激壽 對 所以我們就變成對照組跟實驗組 以後我就會推薦她喝 有 我覺得每個人都要喝起來 對 尤其是我們做這個行業 其實我們臉上真的是要 永遠有光彩 才能接下來更多的工作 對 有錢照很好啦 對工作充滿拼見也很好 但是生活品質也是要顧啦 其實活到我們這把年紀 工作好像也沒減少 因為你也是很重要在工作啊 講得如果讓你可以休息很久 你也會覺得說 好像又很想回到職場的感覺 對 所以我常講說活動活動 人要活就要動 有時候到了一個年紀的時候 錢多錢少還真的其次 但是我們就是多往外走走 對 讓自己忙碌一點 你發現長壽的人 他們就是始終都有一個目標 有事情在做這樣 就是有一些休閒娛樂啊 還有興趣啊 然後好的朋友 對這都是可以讓你的生活 變更健康 非常謝謝大家的分享 想看更多 沒有播出的獨家秘星 要鎖定我們 真心分享小鈴鐺的臉書 還有未來戲劇台的 YouTube頻道喔 好 謝謝我們的來賓朋友們的分享 謝謝 謝謝 好喝 好喝 對啊 好喝